近日一位在岛内被认为青绿的网红钟明轩 首次体验到北京上海旅游 通过网络分享自己乘坐高铁 体验扫码支付 游览北京胡同等见闻和体验 他表示这趟旅行让他改变了对大陆的认识 这些分享视频也引发了岛内热议 许多网民表示支持和共鸣 而与此同时绿营网军却对钟明轩大肆攻击 那请问发言人对这件事怎么看 谢谢 百闻不如意见 大陆到底是什么样的 希望台湾的同胞 特别是青年朋友 与其偏听偏信 以讹传讹 不如亲身来大陆走走看看 找寻答案 答案肯定五花八门 但最基本的 最普遍的是不一样 这是我们多数人在接触中能感受到 就是大陆与台独势力 绿媒名嘴所说的不一样 例如大陆高铁 有靠背 大陆民众不仅吃得起 茶叶档和榨菜 日子过得还挺好 再如大陆很进步 很有趣 大陆同胞很亲切 很热情 就像钟明转所说的 东西好吃 东西好吃 我们热情欢迎台湾青年 朋友 多来大陆 相信大家会 不虚此心 和钟明转一样 喜欢上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